MR-13D钻头研磨机 感谢您选购我公司生产的13D钻头研磨机 本机适用于直径Fy2至15范围内各种材质普通麻花钻的修膜 研磨精准且快速操作简单无需技巧即可轻松研磨 配置台湾师傅制造钻石砂轮 只需一块砂轮即可完成所有工序的研磨 角度精确寿命长节省成本提高使用效益 13D26D为专利产品具有刃磨钻头 前切削刃前脚先端脚顶脚刨细脚后脚的工囊 前切削刃正前脚中心横刃大小随意调整 可替代中心钻定位更准确排泄更容易钻销更轻松 拿出机器对机器表面及各部件的防锈油及油剂进行擦干净 检查机器外观质量又无缺陷 在操作使用前请接阅读使用说柄书查验随即附件 固定夹头组一支 同家Fy3-Fy13共11支 六角扳手3毫米5毫米各一支 产品使用前必须确保使用主电源的安全有效措施 应有牢固的接地装置及保障设备的平稳放置 检查确认机器开关处于关闭状态应置于零的位置 核实说明书上所需参数电压与主电源提供的使用电压保证相一致 打开开关置于开的位置检查电机运转状态 在研磨前钻头的判定 必须先确认钻头使用之研磨砂轮材质 1.CBN砂轮适用于HSS风缸材质 2.SDC钻石砂轮适用于乌缸硬质合金 钻头的研磨 砂轮使用不能加水不能加油 第一步骤 家具组的组装 取出药膜钻头 核实钻头直径 即要使用铜夹大小 取出银头组 以45度角将铜夹切入银头座 再与固定银头罗帽连接组合 第二步骤 整台的操作 每次使用前 务必将调整台归零 调整前 先判定钻头规格及长度 韧长 确认后再调整刻度数字 因钻头使用越短 先厚度越厚的关系 调整刻度可根据钻头长短做适当调整 操作前 请再次确认钻头 钻头尺寸数字与调整台数字以正确的方式调整 然后将夹头固定座组放入调整台架 完全密接后 顺时钻方向向右转定位 钻头先端插入底部后向右转定位 夹头固定锯组向右转到底锁紧 取出时微微向左边旋转取出 夹头固定夹锯组取出后 请确认钻头切削刃和固定缺角线需平行 若不平行需重新调整 第三步骤 先端角研磨 研磨前确认钻头先端角角度 研磨台可坐95度至135度范围内调整角度 当开关针亮起时 马达旋转安定时 将夹头固定锯组置放于研磨台 固定夹锯组缺口部 对准研磨台之切操后 轻轻推出砂轮左右转动 缓缓向前推到底 直到研磨声音静止后取出 再转180度 以同样方法研磨到无声为止 研磨时不可手握钻柄 湿力将会影响中心部平均 第四步骤 前脚及中心静点及钻头后脚研磨 固定缺角线 对准另尾销 插入前脚研磨孔 轻轻抵出砂轮左右旋转到无声为止 取出旋转180度 以同样方式再研磨另一边 静点研磨上下取腹之要求 在夹头组的平行缺角线 约中间基准点 做上下取腹之动作 夹锯组插入后脚研磨孔 夹锯组的平行缺角线 对准长形方销 轻轻抵出砂轮 轻压至无声为止 取出转向180度 以同样方式再研磨另一边 中心静点及前脚大小研磨 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调整偏心销位置 后脚研磨大小研磨 可松开侧面固定螺丝进行调节 第五步骤 机台清洁保养 请使用者于使用前后清理所有机台灰尘 铁屑 尤其是研磨接触孔之清理 第六步骤 更换砂轮正确操作方法 松开固定螺丝 打开砂轮保护盖 取下砂轮固定螺丝及扇叶片取出砂轮 将砂轮及轴心接触面擦拭干净 砂轮新品装入轴心 扇叶片及固定螺丝装魁 再将固定螺丝锁解 最后提示 机器使用中出现一般故障的排除及维修 经与厂家联系或送至指定经销商处进行维修 沿件被专业技术人员随意拆卸 以免造成机器刺激的质量和安全事故